张若云北京上一豪宅曝光,光首付就2790万,不愧是娱乐圈富豪。 张若云,1988年8月24日出生于北京市,是一个弟弟道道的北京野门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。 因参演电视剧《海的誓言》而进入演艺圈。 2011年,又凭集助励志革命剧《黑湖中方天逸》一较备受关注,被誉为第一军州美男。 从表面上看,大家都觉得张若云非常帅,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多么的显赫,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高副帅。 据悉,他父亲正是他主演的《新雪豹》的导演张健,因此张若云被贴上了新二代,富二代。 大家都说他是拼爹获得了《新雪豹》这部电视剧的主演,可是小编并觉得不然,大家看过张若云所演的电视剧都知道,他是一个非常上进努力的演员,凭集助实力和努力得到现在的成就。 张若云去年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《花儿与少年》,在节目曝光了他在北京的四合院豪宅,据说这套豪宅有的酒是酒听酒味,价值过亿,光首付就花了2790万。 网友看了《过后之乎》,不愧是娱乐圈的隐形富豪。 从外观看,张若云豪宅位于北京欧陆院,是一套不折不扣的四合院,有那么一点京城的落,不过失去了一点传统的韵味已被现代化,不过在北京这种地段,价值过亦肯定是要的。 不难看出张若云家族显赫,家财万贯。 张若云独享一栋酒市酒厅的别墅豪宅,室内宽敞无比,整体以现代简约装修风格为主。 简约朴实,白色的背景墙搭配原木色的家具,又显得清新自然。 厨房是开放式的厨房,有着西方化的装修设计,原木色的橱柜搭配白色的背景墙,显得特别前进力多。 当我看到他家里这个细节之后,我快要笑翻了。 家中竟然有红绿灯,还把家当成了马路了。 难道是要和唐一新天天压马路的节奏吗? 哈哈,不过家里的那辆摩托车确实很酷,和他酷酷的外表很相衬。 他耍酷的家具照简直帅呆了,真不愧是娱乐圈中的高速帅,简直酷逼了。 祝福我的男神前程似锦,和唐一新的恋情甜意如蜜,对张若云唐一新这对恋情你们怎么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